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彭小姐 彭小姐一直鼓勵我的孩子 最重要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當我女兒進了大學 在她讲说我要选哪一科 我要专注在哪一个行业的时候 我也在跟她一起的思考 因为本身一直都很喜欢设计 也该是我自己 为我自己做一点事的时间 把喜爱的东西转变成一个 我天天都可以做的 那就是变成我的工作 对设计充满热忱的Carol 在丈夫支持下决心创立品牌 将自己最钟爱的羊绒 作为主要材质 开始了她的时尚生涯 这个品牌用了我自己的名字 Carol Chugani Chugani人家说不像是台湾的一个姓 它的确不是 它是我先生 我先生是印度人 一开始在找这个羊绒的时候 其实花了一些心思 我去内蒙古几次之后 找当地最好的内蒙古的产地 看到他们的制造的过程 自己也试了之后发现 他们的羊绒是可以媲美很多市面上有的大牌子 来自内蒙古的克什米尔羊绒 有钻石纤维之称 毛质细软 产量稀少 轻浮性非常高 呈现迷人的品质及品味 出生自台湾的Carol 虽然长期居住国外 但她最爱的还是台湾这块土地 希望自己是台湾走出去的设计师 所以选择台湾作为事业发展的第一站 我会希望能做到我今天设计的东西 明年我的客人穿 或是后年我的朋友穿 他还是会觉得一样的走在时代的尖端 我也要跳开那个box 第一种的穿法 就是一个小外套 基本上这件变成另外一个小外套 它有两个小领子 之后呢 它就又变成是一个非常时尚的披风 它就会变成是另外一个很帅气的小微薄 还有另外一个穿法 把它变成是一个腰带 羊绒方面呢 台湾的夏天是比较湿热 用的都是baby cashmere 连接了一些其他不同的一些丝质在里面 更能透气 这个仿皮革呢 它比皮可能来的柔软 而且在打理上面呢 又可以让你不用花大钱 脏了之后你拿一些湿布在上面插 就可以做到一个保养 这一件也是我们春夏将会出的新品 这个是正面 那后面呢 印度100%手工做的一个小配件 你的朋友看到你 想从你的背后打你一下 说哈喽的感觉 Carol对于衣服舒适度极度要求 像是刺绣上衣 运用独特刺绣工法 柔滑不刮肤 设计也结合一衣多穿的概念 一件单品可以当披肩 当围薄 还可以变腰带 甚至变头饰 享受玩穿搭的乐趣 这牌子让我接触到之后 我觉得非常棒的就是它的设计感 它可以一年春夏秋冬都可以穿 所以它的感觉是让我觉得 是不会太流行的 它的轻浮性非常好 尤其它们的背带 都是用手工去缝的 那个真的是万元都找不到的 建设这个牌子Carol就很不容易 有很多竞争 要绝对你的模特儿 要做了自动 然后你要努力 然后你成为你的梦想 我真的很多的客人 穿着都告诉我 真的脱不下来 因为它真的太舒服了 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这样子的 告诉其他的人 然后呢 慢慢一步一步的在台湾 能够有一片天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